小龙虾孵化第27天,今天准备开个西瓜自制个西瓜陷阱。 用勺子把西瓜里面的果肉挖出来,果肉等下吃掉,瓜皮用来制作西瓜抓鱼陷阱。 现在准备用刀在瓜皮的两边开口小洞,这样的化水流进西瓜里面水可以限速排出去,从而到达抗压的作用。 然后准备用牙签堵住洞口,这样是防止鱼逃跑。 尽量把牙签插得多一点,这样抓到鱼的概率就高了。 现在把另一边也插满牙签。 这样制作的西瓜陷阱就差不多了。 现在准备拿上制作好的工具出发,戴上西瓜头盔。 就是这里了,准备把陷阱放在这小溪里。 放块小石头进去,防止被水流冲跑。 用竹筒对准西瓜,这样鱼就会流进来了。 搞点荷叶放进陷阱里,防止鱼被刮伤,下午来看收获。 现在过来看看龙虾孵化的如何。 这边的龙虾完全把自己给埋起来了。 差不多是时候看鱼货了。 把搓鸡放好,准备把西瓜陷阱拿上来。 好像看到长长的东西,不会是带纹身的吧? 全部倒出来看看。 原来是善于泥鳅,今天收获不错。 谢谢观看。